台中石岡有不孝業者 直接在民宅前的一般道路的人孔蓋 排放廢油 甚至還假冒水利局委外的施工廠商 心境相當的大膽 一輛槽車停在馬路中央 兩名人員下車 頭戴工程帽 身穿反光背心 收斂拉開人孔蓋後 放入管線 把整車廢油排入地底下 前後不到五分鐘 過程全都被監視器拍下 事情發生在二十五號中午 不孝業者假冒 台中市水利局委外施工廠商 到石岡大永街移住民宅前 偷排廢油 當地民眾完全沒有察覺異狀 民眾認為 民眾認為偷排實在不可取 台中市水利局表示 石岡大水資源回收中心監測系統 當天就發現回收的水質 出現異狀 並且有油污氣味 立刻通報警方與環保局 環保局初步判斷為廢潤油或切消油 鎖定槽車疑似來自烏日區 將調閱車籍資料通知車主道案說明 水利局指出廢油將影響到廢水處理的生物機制系統目前已經結樓處理 會等到符合水質才會放流 環保局則強調若一切查證屬實 將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將不效業者移送法辦 最高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季晓明 風鴻涛 台中報導